我已经超过9个月没有来大姨妈了 我没有怀孕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Royco Coco 欢迎收看我今天的视频 今天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重要到我连背景布都全部换成红色的了 因为今天必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 一定要被我写进日记里面的日子 今天是我阔别9个月之后再一次的来了大姨妈 我既没有怀孕也没有绝经 我半年多不来大姨妈是因为我去年5月份的时候 检查出来自己患了子宫内膜异胃症 去年的6月份呢我是做了一个手术的治疗 然后手术之后呢需要一个恢复期 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假孕的状态 所以说我就整整有9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姨妈了 当时我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 我是有在微博上去写一个很长的图文 然后把我整个病发到手术到康复的整个过程都写出来了 然后当时那篇图文呢在微博上 我没有想到会收到那么多的回复和私信 我才知道原来我身边就是这些姑娘里面 有这么多人和我是有一模一样的情况 即使是到了今天我偶尔都会收到这个后台的私信 是问到我关于这个子宫内膜异胃症 还有他们可能也遇到了内似的问题 然后来问我一些手术方面的经验啊 还有后期恢复呀这些问题 希望不幸和我有一样问题的姐妹呢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的帮助 也希望如果看这个视频的姐妹你发现你有内似的病针的话 请你一定马上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 我自己呢是一个常年痛经的人 但是我常年痛经我从来都没有引起过重视 因为我身边痛经的女生特别多 所以我一直觉得痛经嘛很正常呢 特别是前三天我真的会痛到就是小腹里面像是有人拿电钻在 这样钻我的感觉 但是三天过后慢慢慢慢就痛感就平复了 我一般就是喝红糖水呀或者是吃一个止疼片然后熬过去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直到那天晚上我突然出现了左腹剧疼 剧疼有多疼呢 就是要比大姨妈疼再疼个十倍还不止 疼到我就在床上起不来 直接就是连爬起来的那个力气都完全没有了 然后我从来都没有切过蓝尾嘛 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我说完了 我肯定是蓝尾炎犯了 后来我才知道蓝尾其实在右边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左边疼 然后熬到了第二天早上 因为那天是很晚了两三点钟突然发作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马上赶到医院去 然后B超一打出来 妈呀 我的左盆腔上面有一个8.8乘以9.1乘以6.9的囊性团块 它的单位是厘米 它有9.1厘米那么大 用我闺蜜的话来说就是 哇天哪你的肚子里面怀了一个小米充电器 就那么大一个东西 然后我拿到那个B超结果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有点方了 然后就马上去找医生 然后医生就又接着开了一堆检查单子给我 医生就说你去尝一下有没有癌变的可能吧 我的天哪 当时我觉得我的天都要塌下来了 你想想我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自己身体里面会长东西的 而且它是长在盆腔的 我连盆腔和暖巢我都分不太清楚 我连盆腔具体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这个性教育缺失有这么的严重 我就连我自己自己生殖器 内生殖器的这个构造 我自己都还搞不清楚 然后突然就让我去查癌变的可能 我就拿着一堆化验单 然后又被抽了很多管子血 就在那个走廊上面就拿着化验单就在那里哭 我就觉得我要死了 我脑子里面都开始回忆我的前半生了 查癌变是一个必经的流程 就是必须要去查一查 但是不代表你就是有癌了或者是肿瘤了怎么样 然后那个时候是五月中旬 离我月底来大姨妈的日子就是很近了 然后姨妈期间呢是不可以做手术的 因为容易大出血 凝血性会特别差 所以医生就让我等这一次姨妈完了之后 马上去办理住院 所以说我就是在家里等了两个星期 等那个大姨妈来 然后我五月份的姨妈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经历了我活了二十多年 最疼的一次大姨妈痛经 她就不只是小腹疼 就是连屁股都在疼 就整个下半生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 那种疼痛感到底有多疼呢 大概就是和白娘子喝了熊黄酒 是差不多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的大姨妈结束三天之后呢 我就去医院报到了 然后马上就住院了 然后第二天医生就说要给我排手术 当天呢我就被那个护士姐姐抓着 抽了十一管血 十一管血呀 然后我的胳膊就整个瘀青 整个一块全部清掉了 他们抽这些血呢 是为了去给我做化验 还有呢就是配血型 万一如果我手术的时候出现了大出血 他们就会马上给我进行输血的工作 反正手术前期这些工作都会做好嘛 但是在做日工作的时候 你的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忐忑 所以说我那天下午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体检 什么心电图啊 B超啊 X光啊 然后心肝皮肺肾 全部都查了一遍 我的身体还是挺健康的 就是除了左盆腔有 囊性肿块以外呢 就是没有其他任何问题 所以说我第二天就可以 直接马上做这个玻璃手术了 不久不得不说 现在这个科学真的超级发达 像以前动手术的话 我们都是想着会花一刀就很 就是口子会很大 但是现在都是腹腔镜手术 就只需要在你的腹部上面 打三个一厘米这么小的小口 就可以把这个手术给完成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 恢复起来非常快 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 做手术之前就来了一个漂亮护士小姐 叫给我导尿管 我可以这么说 整个手术的过程 没有任何一点感觉 因为我是全麻 很快就睡过去了 然后到后期恢复 一直都有止疼棒啊什么的 就完全没有感觉 我唯一一次 真真切切感受到痛 就是倒尿管 它要来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就问那个护士小姐 我说疼不疼疼不疼 那个护士小姐姐说 可能有一点点感觉吧 我进来温柔的去帮你戳 然后我就相信了它 结果它戳进去那一个瞬间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认识这个小姐姐 她是不是我的仇人 我给忘了 这个是整个过程中 最恐怖的环节了 这个环节过了以后 其他的其实都不怎么恐怖了 然后我就会推进手术室 开始准备做手术 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很温柔的 护士小姐姐说 我现在要跟你打麻药了 可能会有一点疼疼 我说好 然后我刚刚说完好 我还在看那个 天上那个手术灯 我一下子就断片了 像那个电视机被关掉开关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只看到蓝色的光 不是我在天堂了吗 就我看见我爸的胖里 我爸说 哎呦你醒了 开了止疼磅 所以说我的手术伤口 也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 但是呢 因为我的身上插了各种管子 就比如说什么排液体的呀 还有什么倒尿管呢 还有再输液 然后又止疼泵 所以说就像个蜘蛛精一样 摊在床上 不能动 我就这样摊了一整天 然后嗓子因为插了那个喉管 气管吧 因为你深度昏迷了嘛 所以它怕你传不过来气 所以要插了气管 然后我喉咙也沙哑了 我就哦 要死一样的摊在床上 很难过很难过 待了一天 第二天之后呢 就慢慢慢慢就开始进行好转了 然后第三天基本上 不管是你的倒液管 倒尿管 还有输液啊 止疼泵啊 基本上就撤了 然后我就只用树一个消炎的东西 还有照灯 其他的就都没有了 恢复相当之快 然后呢 医生还把我肤腔里的那个囊肿 取出来之后 给我父母看了 然后我爸的描述是 看上去像生褐色那种 穿胃的卤猪肠子 然后医生就把我的那个囊肿 拿去做活检了 活检就是把这个 囊性物质直接拿去做检查 看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囊肿 还是说它是一个病变的肿瘤 肿瘤和囊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回来的报告就确实是一个巧克力囊肿 巧克力囊肿就是 子宫内膜异胃囊肿 所以说它的问题不大 然后我就 第八天才出了院 我们的子宫内膜呢 是长在这个子宫腔内 受女性体内激素的影响 每个月会脱落一次 从而形成月经 如果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呢 它没有随着精血 每个月排出来 经过舒暖管 逆流回了我们的盆腔 就有可能种植在我们的盆腔 或者是暖巢的表面 形成一个异味囊肿 这个异味囊肿就是巧克力囊肿 它里面呢 全部都是我们没有排出去的 这些子宫内膜和精血 所以说呢 它的颜色是一个很深的深褐色 而且很粘稠 所以看上去像巧克力一样 才叫它巧克力囊肿 咦 好恶心的巧克力啊 高发于25到45育龄阶段的女性 子宫内膜异味症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痛经了 但是这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表现 而且这种痛经呢 往往是伴随一个加重性的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痛经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 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妇科检查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呢 就是性胶疼痛 你在性胶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疼痛感 而且可能会伴随性胶出血 第三个点呢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点 就是月经不调 一个月来一次疑吗 或者是一个月来两次疑吗 这种情况 如果在看视频呢 你有以上我所说的这种病针的话 请你一定一定去做一个检查 防患于未然 因为这个囊种呢 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用药物去控制它了 它小于5厘米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做手术 甚至不需要去管它 只要它不再继续的变大 但是如果超过了5厘米的话 就会像我一样需要去动刀子了 手术后期呢 是需要一个后期治疗的 后期治疗呢 就是打这个打肺磷 我会每个月去医院打一专 然后整整打半年 打这个打肺磷 它的作用呢 就是让我的身体处于一个甲孕 绝经的一个状态 没有子宫内膜的脱落 没有经血逆流的话 它就不会形成这个异围囊种了 这个子宫内膜异围症的原因呢 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的主治医生都没有办法 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因为它可能是先天性遗传的 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缺陷 可能是你的内分泌失调 子宫内膜异围症和绝大部分 妇科疾病一样 跟你的私生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有一些思想龌龊 自然拿它来对你指指点点 上去的大耳屎光子抽它 千万不要给脸 不幸得了这个子宫内膜异围症的姐妹呢 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它不是癌症 它也不会致死的 大家只要定期的去做妇科检查 听从医嘱去服用药物进行控制 或者是它真的就很小一个的话 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如果你没有及早发现 让它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囊种呢 像我一样是做腹腔镜手术 它也是一个非常微创 和非常小的一个玻璃手术的 最严重最严重最严重的 就是你有40%的几率 可能会不孕不育而已 但这个几率呢 都是有60% 你是可以正常生育的 希望所有的小仙女呢 都能重视这个妇科检查 她和健康体检一样平常和有必要 在这个世界做女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自己的健康一定要上心 更加的爱护你自己的身体哦 OK那今天关于这个女性健康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所有看这个视频的姐妹 都是健健康康的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